1月6日,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针对在厦门工作生活的台胞自愿接种新冠疫苗的报名进行统计 目前已有230多位台胞个体户登记 报名后,台胞将按照有关规定,本着自愿、知情和免费的原则陆续开展接种 一直期待大陆新冠疫苗上市的台胞肖立林 当接到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发出自愿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通知后,马上填写了报名表格 同时,她也给自己的儿子进行了预约 肖立林希望能在农历春节前打上大陆新冠疫苗 近期就能接种,而且还是免费 肖立林表示又一次感受到大陆落实同等待遇的实际行动 第一时间进行线上报名后,她也及时在十几个台胞微信群中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发出自愿报名通知以后,这几天打到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询问接种的电话响个不停 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吴嘉莹告诉记者,协会已出动九名秘书一起上阵接听,人忙不过来 截至1月6日,已有230多位台胞个体户登记 其余友达、冠杰和陈宏等台企还在分别统计中 私打疫苗以后还是要勤洗手戴口罩 依照防疫部门的要求来做相关的工作 当然打这个疫苗,他也发给我们一个疫苗证书的一样 那以后最起码我们在国内来做一些经商往来的话,非常方便 我跨省的话,我有这个私打的证明的话 以后可能就是交流上会更方便 吴嘉莹表示,此次台胞自愿报名新冠疫苗接种 完全比照大陆民众同等待遇,相关费用全面 疫苗目前来讲也是属于非常欠缺的情况之下 他还有想到说台胞要施倒疫苗这种情况 所以说,在来我们广大台胞来讲 都非常的感恩,有政府这样去扶持我们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据了解,此次自愿报名接种对象维持台胞镇的 18至59岁新冠病毒感染高风险人群 总共将接种两剂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将于1月8日 把台胞登记情况上报到相关部门 随后陆续进行分批接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